回答AI伺服器H200明年第二季出货 加上超微MI300系列统统下单台积电 外媒直至2024年年终开始 台积电三奈米订单逐渐增温 五大客户来自联发科高通英特尔回答超微 代表产能利用率不看淡 AI的需求继续增弹得更加强 从TS&G的观点 现在我们有能力的限制 带积电总裁为这家7号出席 2023供应链管理论坛 这则时指出 2024年仍有其不确定性 但社会人工智慧应用迅速发展 也将是充满机会的一年 随着AI算力需求 未来两年之内可能轻易增加三倍 降低能耗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看到一些行动 从客人来提供AI的功能 包括手机和机器 我们希望这一项会增加质量 帮助TSMC 更加强热 我们的AI的商业 据了解台积电技术论坛上 透露3奈米技术走向 除了用于手机晶片的N31本机量产 强化版N3P制程 以及瞄准高效能运算的N3X 支援早期汽车应用的N3A案 陆续2024到2025年导入量产 在效能功耗和面积及耗电效率 持续维持产业龙头地位 新唐利亚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